10月14号,2021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颁奖典礼即展演活动在吉林长春举办,两国大学生联媚献上一台艺术盛宴。 本次活动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主办吉林大学城办。 由于疫情的原因,活动首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作为中俄国家年语言年教育领域的机智化项目,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自2003年启动以来,受到了两国大学生的热烈欢迎,有效增进了中俄两国青年学生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这个艺术节对于我们在继续加深和巩固中俄之间的青年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据了解,2021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自今年8月启动以来,中方35所高校,俄方55所高校,共选送了199个文艺节目。 经过专家组评审,共评选出46个金奖节目和119个优秀节目。 颁奖典礼结束后,吉林大学民乐队以中国经典民乐龙腾虎乐揭开了展演的序幕。 乐曲情绪炽热,民族风格深厚,尤其是最后的部分,主题旋律与鼓声交相奏名,震撼人心。 当天,来自中俄两国的20所高校,共线上了19个文艺节目。 两国部分高校学生通过视频参加展演,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艺术学院等吉林省内高校现场表演。 参加展演的中国大学生纷纷表示,音乐无国界,这样的活动加强了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 虽然我们的国别不同,语言不通,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和文化来互相熏染。 所以我们用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来为对方展示一下我们的优美的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以一个非常好的形式,然后去弘扬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一个民族管弦约的形式去传播给俄罗斯的同学去看。 他们也是能接受的这样一种艺术欣赏方式。 然后我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去弘扬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也是让中俄文化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